在创架学会副理事长、县长、副县长、宜然市长 以及艺术家曲德义等贵宾共同剪彩之下 曲德义各展隆重展开 这次展览展出曲德义人生各阶段的作品 包含学生时期的手稿 学成归国后的实验性创作 2000年代起建立创作的模式 以及2010年代后在色彩上更多变的面貌 期待让民众在艺术家的作品中 感受空间以及色彩的纯粹之美 1985年回到台湾以后 就获聘为台北艺术大学任教 将前卫的艺术思想带入了校园 作业因材无数 并且致力于创作 作品画面以抽象笔触 搭配了单色块长条体 充满生命要动 形成鲜明的曲势风格 台湾创架协会在北中南 有12处的美术馆 所以台湾创架协会是一个私立的协会 所以可以充满这年好 非常非常的感谢 所有的艺术人的泡沛很紧 让我们艺术官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城镇 奠定了一个人线的这个文化艺术 就诚如他这个抽象家 这个画家真的是十字名归 所以等等大家可以一睹他的作品 这个呢看是什么 你想的是什么 你心里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呢 群老师等一下也会跟各位所有爱好艺术的朋友们分享他的作品 我这次这个展览我真的很感谢 那个各位观众的来年 更感谢创架协会的讲官 我更感谢创架协会的义共 真的我很佩服他们的义共 蚂蚁兄弟一样 每次来他们在部展的时候就花了很多时间 而且他们真的很专业 刚开始部展的时候我实在下跌 我本来有点害怕 可是后来这个结果是很圆满的 因为他们真的很感谢他们 老师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呢 就是受到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的影响很深远 一直到目前都是这样子 那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呢 就是要把艺术从框架里面的那个灵魂解放出来 所以只有回归到艺术的本质 就是纯粹饱和的色彩几何 然后去做组合的变化 这一项展览展出到5月25日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乡亲踊跃前往欣赏 宜蘭新闻记者 爱福星采访报道